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住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抬进裤衣 走到玉林路的心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谢谢 很多人二十岁就能看到六十几岁的生活 一辈子该发生的事都能猜到 当然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在中国传统观念上 我这种行为是比较自私的 毕竟自己老大不小 家中还有父母 其实你占有的东西 同时他也占有着你 我拥有了自由 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不过我还是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三年多的流浪 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孤独 又习惯了这种孤独 同时也习惯了自己喜欢的这种自由 这些年去了大草原 爬过雪山 新疆 西藏 去了大部分我想要去的地方 走到哪儿 我就唱到哪儿 这个过程 感觉世界还是很善良的 走过的路 看过的风景 人和事儿 其实都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它们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开阔 学会更多的东西 就像海拔三千多的岛耿渣 另外翻过了山 其实山的那边还是山 但是 当你真的坚持不住的时候 在摇摇走几步 云雾就会散开 山和云海 给自己踩在脚下的那一刻 你会为之惊敷 你也会为自己喝彩 在鬼斧神功的大战面前 自己真的会别得开口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 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一路上会充满想象不到的人和事 善意的 或者美好的 遇到很多的人 走为朋友 但生活又偏偏这样 很多人 就只能陪你走一段 不要去强求 因为每个人的选择 同步标不同 能留下来的 肯定越来越少 留下来的 也就越来越珍贵 幸运的是 天地重视之后 可以看到自己 那时候才发现 流浪的最终目的 其实是回归 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修的就是一颗心 是否 月方 月方的月方 是否有我心爱的姑娘 月方的月方 是否有我最初的梦想 是否有一个地方 让我不再去留了 不想看到妈妈期待的梦光 是否有一个枯梦 让我的心不散发 让我不再相望着月方 让我不再相望着月方 不再相望着月方 我背着背包 从难到尾 住在圣洁 看今天彻底彻底彻底 不看着世界 最爱月方 我们都说 嘿 永远 回来 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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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转就听说过 早晚跟到这个地方 一直都没有进回来 这次终于来了 但是不知道 今天我们能看到云海 有蓝天 今天能看到 看到吗 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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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车 飞车 飞车